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 元神蒐集攻略 元神魔像精衛共識7個 為熄滅的劍餅 略斷的劍餅 殘迴的劍餅全收集 本視頻是 僕人裝武材料 劍餅的蒐集攻略 需要打魔像精衛 4.6版本只有14隻魔像精衛 在跟著本視頻之前 你需要先跟著4.6版本的任務來開地圖 開完地圖再來跟著本視頻找材料 任務地點是在這邊 千神像 千神像的右邊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你可以接到任務之後 個人任務 你會進來這個下面 那我們先來BOSS傳有點 BOSS傳有點的開啟方式 我已經有發視頻了 不知道的可以看我的視頻 來到BOSS傳有點之後 往你的身後看 現在是小地圖的9點鐘方向 小地圖9點方向走一點 這邊就有一隻 打完它拿材料 點開地圖 來到右邊 三個傳有點的中間的傳有點 來到沖清傳有點之後 往你的身後看 現在是小地圖的9點方向 我們走下樓梯 往前走一點之後 往左邊走 不要走錯了 往左邊走 好 進來這個裡面 稍微往前走一點 這邊是第二隻 打完它剪材料 把它點開地圖 回到剛才傳有點 中間的傳有點 來到傳有點之後 往你的左邊看 左邊看這邊有一個牆 有一個柱子 應該說柱子 這邊有一個柱子 我們需要爬上柱子 那我們可以先走過去 抓到這個位置 先走過來 然後我們要爬上這根 你要高的柱子 沒有體力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 我這邊體力是夠的 所以我直接爬 好爬上柱子之後 往領小立圖的9點方向 就會發現前面有一隻 這是第三隻 打完材料剪一下 繼續點開地圖 來到褪色古堡 最左邊的窗上點 來到窗上點 直接往前走 現在是小立圖的 兩點走到三點樓方向 好穿過了這邊一大堆書 你可以看到你的左邊 會有一個門 好這個門 需要使用任務品 遺落的魔導書 那我帶大家剪一個最近的 我們先來到地圖的 現在三點樓方向對不對 我們來到左邊 這個台階往上走 好一直往上走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第二個門對不對 這個門也是魔導書 但是你的身邊 可以看到一個發亮的一個書 好就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需要使用我們 任務給你的技能 右邊角這個T鍵 點一下 好知道你有任務技能 任務技能有分 單點跟長按 你需要單點一下 OK 這個書它會變紅色 然後我們剪取這個書 好這個就是 遺落的魔導書 然後我們背到剛才那個門 那你要不認入的話 你可以傳用點 重新走一次 我們回到剛才 需要使用魔導書的那個門 那魔導書的話 我會另外做一個攻略 我會做一個魔導書 全收集攻略 好的 魔導書放進來 把門打開 魔導書放進來之後呢 你需要先貼著這個門 然後你長按你的 任務技能 好這個書又打開了之後 你要衝過去 好我們衝過去 好如果你衝慢的話 那個書會重新關上的 OK我們進來 這邊有一隻 點開地圖 選擇 舊日之海 我們傳送到 雅努斯之門 左下角窗點 這邊附近有四個 那同樣的這個區域 你是需要跟著任務來開地圖的 把視角往後轉 現在是小立圖的 七眼龍方向 往小立圖七眼龍方向往前游 好 那這個位置的話 你跟著任務 你需要先把任務的 這三個封印給解掉 好如果你沒有解封印的話 這邊裡面的怪是任務怪 任務怪就不會掉材料 先解完任務怪 這邊就是材料怪 所以需要先把任務先做了 兩隻打完 材料剪一下 終於出現直接材料了 來點開地圖 我們回到剛才 楊努斯之門 主要雅雙點 傳送過來 視角往左邊轉 現在是小立圖的 9點鐘到10點的方向 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根尖尖的柱子 我們往這柱子方向游 這裡有一個紅色的小平台 游到小平台之後 視角再往左轉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一個門 現在是小立圖的七眼龍方向 我們進這個門裡面 進來往裡面走 這裡有兩隻 好打完把材料剪一下 兩個紫色的 點開地圖 在安提庫舊港有四隻 如果你安提庫舊港床點沒有點亮的話 你可以從舊日之海 舊日之海 上面床點 可以直接往上走 走進去也行 那你也可以從中間床點 我這邊中間床點 同樣往上走 這邊有另外一條路 同樣可以進去 那我這邊安提庫舊港床點已經點亮 我直接從安提庫舊港裡面走 傳送過來 視角往右轉 右轉有一條路 右邊的路 右邊的路 稍微往一走一點 裡面有一隻 好打完材料剪一下 繼續點開地圖 回到安提庫舊港床點 好現在往你四角 右邊 這邊有一面牆 在這個牆的背後 現在小立圖的字典龍方向 往前走一點 牆的背後 這邊可以看到兩隻 打完材料剪一下 現在看你小立圖的三點龍方向 面對三點龍方向 前面可以看到 這裡面應該不會迷路吧 安提庫舊港一共有四隻 打完材料剪一下 點開地圖 我們來到舊日之海 右半邊 右半邊左腳 有個斜綠院 我們來到斜綠院窗上點 好傳送了 直接往前走 現在是小立圖的字典龍方向 往前走一點 這裡有兩條路 一個上去一個是下去 我們往右走 這邊有兩隻 好打完材料剪一下 魔像經緯一共只有14隻 我們點開貓人家蜘蛛 討伐 選擇精英 你會發現魔像經緯刷完了 對 它只有14隻 特別的少 所以大家三個人或四個人 組都一起刷 你的世界打完了 就去第二個人的世界 然後第二個人的世界 一起刷完 再去第三個人的世界 這樣大家都有材料 這裡有三個小怪 是使用魔導書進來的房間 今天發現這三個小怪 它是會刷新的 點開地圖來到褪色的古堡 右邊中間的傳統點 傳送過來 傳送了之後往你的身後看 現在是面對小立圖九點鐘方向 再來這個小樓梯往左轉 進門 進門這邊原本有一隻怪 但這隻怪我剛才已經打掉了 繼續往裡面走 好來到大廳 可以看到左邊有一個門 我們就要進去這個門 使用我們解命技能 來解命技能 先長按 等樹飄走之後再快速點按一下 這樣子門會定在空中 喔不對 樹會定在空中 那這個定在空中的話 你重新上遊戲 它是會還原的 好我們進來 這個房間有三隻小怪 如果你是第一次進來房間 這三個小怪是寶箱怪 那打完了寶箱怪 也會出現一個寶箱 把東西都撿完了之後 你重新上遊戲 或者是傳送 再跑回來 這三個小怪會刷新 所以第一次進來 你一共可以打六隻怪 之後過來打 裡面的怪是十二個小的燒現影室 掰掰 有些零碎 有些零碎 我去找一次 零碎 Rubius